國家變變變 第一個變是隨便慶祭的意思 現在的人對國家的觀念都很慶祭 例如說聯合國是不是國家 好像聯合國是國家要請他去唱一下 沒有齁 大家都知道聯合國不是國家 聯合國是什麼 他是一個社團 社團的成員以主權國家為主 但是他本身並不是一個國家 就是說聯合國安理會做的那些決議 對他們的 他就算有約束力也是因為那些主權國家 願意受他約束 所以那些主權國家在聯合國的代表 並沒有需要對聯合國的秘書長效忠 所以他們有一個效忠保護的關係 所以他不是一個主權國家 歐盟也是 那第二個變是什麼 第二個變是 就是變化多端的意思 就是說 國家的概念其實是 很多樣化的 比如說舉幾個例子 覺得一個國家的主權者 只能有一個的請舉手 一個國家的主權者只能有一個的請舉手 大家都會這麼覺得 一個國家 如果說主權者就是人民效忠的對象 那當然只能有一個嘛對不對 不管他是 帝王還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嘛對不對 其實不是喔 不見得喔 就是有那個例子 他的主權者有兩個 這個例子就是在西班牙跟法國的邊界 叫這個安道爾 安道爾公國 他有兩個主權者 一個主權者是法國總統 另外一個主權者是 西班牙境內的一個主教 這是他有歷史淵源 從中世紀開始的歷史淵源 他就有兩個主權者 當然這個兩個主權者 有的人會把它解釋成中主權 但是他近代 他這個兩個主權者 是寫進他的憲法裡面的 所以你會很有意思喔 所以安道爾他是一個 Shopping天堂 因為他在裡面 他可以用法國的貨幣 也可以用西班牙的貨幣 你可以在裡面寄東西到法國 寄東西到西班牙 都是通關的 所以這個國家的案例是千變萬化 又譬如說又有一個國家的例子 大家會認為說 這個國防跟外交 是不是象徵一個 國家很重要的主權權利對不對 對不對 國防外交關稅嘛 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有那個國家 他本身是一個主權國家 法理上的主權國家 但是他的國防外交關稅全部外包 全部BOT 這個國家的名字叫做 列治燈斯燈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很有趣 這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公國 所以說 國家的概念其實是千變萬化 所以 我們必須要了解說 一些基本的國家的組成型態 我們才看得懂新聞 才能正確的理解歷史 否則我們看到歷史都是假的 都是忽略掉那個細節 可是那細節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魔鬼都藏在細節裡面 所以我們了解一些基本國家的組成型態後 我們才能分辨說 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國家 或是說什麼是我們想要追求的政體 或是自治體 那這幅圖有沒有人清楚 有沒有人知道這幅圖 這幅圖是這個 十七世紀 1648年 有一個西元1648年 有一部很有名的著作叫做利維坦 台灣翻作《距靈論》 如果念過一些文化人類學的 應該都知道這本書 它是政治學的經典 因為它就是在講什麼呢 它就是在講中世紀的主權 中世紀的國家 大部分的國家概念就是軍權神獸 皇帝的權利是上天給的 對不對 是神明給的 Kamisa 那 近代國家的概念是什麼 就會覺得說人民對於這個統治權利 是有很大的主導性 對不對 主權在民嘛 對不對 天賦人權啊 主權在民啊 可是它中間有一個很關鍵的橋樑是什麼 就是社會契約論 所以這本書呢 就是霍布斯所寫的利維坦 這本書呢 它其實就是社會契約論的源頭 就是什麼是統治的正當性 它講的是統治的正當性 因為它這個國家 在那個時候其實是指Common Wales 可是那個Common Wales 嚴格來講還不是現在法理上的國家的意思 但是它本質上就是我們現在心目中 所謂一個國家的內部觀點 就是人民怎麼樣去參與政治 就是社會 怎麼會引申到盧梭的主權在民嘛 它是盧梭的根源就對了 所以你看喔 這幅圖它在講什麼 你把這個一點一點的放大來看 這個每個一點一點的都是一個人 都是一個人 所以這每個一點一點的就相當於是公民 每一個公民 那這一群公民呢 被聚集起來成為一個巨人 這個由人 一群人所造成的這個人造人就是國家 那你看它右手拿了一個寶劍 左手拿了一個權杖 寶劍象徵世俗的權力 又權杖象徵精神的權力 精神的權威 這個皇冠 世俗權力譬如說像戰爭啊 征服啊 佔領啊 這都是世俗的權力 或譬如說 徵稅啊 那這個精神方面的權力呢 就譬如說它可以決定這個歷史詮釋權 它要怎麼去詮釋我們共同認知 這群公民所共同認知的歷史 譬如說定教科書綱要啊 那這個皇冠是什麼 這皇冠就是主權權威 所以如果這是一個國家的話 這個皇冠就相當於那個國家主權 那你要注意喔 戴皇冠的是誰 戴皇冠的是頭 對不對 是頭嘛 那不是這其中的每一個細胞喔 不是細胞在戴皇冠 是頭在戴皇冠 所以這個頭是什麼 就是元首 元首有兩種 一種是國家元首 一種是政府元首 國家元首就是the head of state 政府元首就是the head of government 這兩種元首基本上是可以分開的 但有時候要看那個國家的組成型態啦 有時候也是把 有的國家也是會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這個假設這個 原首就好像公司的董事長 原首 國家元首就好像是公司的董事長 政府元首就好像是公司的總經理 這樣大家理解吧 那這每一個一點一點的就像是公司的股東 股東當然可以召開股東大會去影響公司的決策嘛對不對 可是每一個股東都沒有權力去代表這家公司 懂吧 每一個股東都沒有權力去代表這家公司 只有董事長才是可以代表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所以代皇冠的是那個原首 這有一句話叫做在地上沒有別的權威可與之相比 他取之舊約約伯記 我建議各位可以去理解一下去網路上Google這句話 或者是說去看舊約裡面這一段 就是舊約裡面約伯記裡面這個約伯跟耶和華的對話 就會出現這一句 而且他會提到立為坦這個海怪 然後牽涉到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主權者 那我就不多提了 所以我今天的順序大概是這樣 一開始我就簡介什麼是軍事政府 軍事政府藏在哪裡 然後呢我會講一下什麼是自然法下的管轄權 因為你用嚴格的定義 其實管轄權是很抽象的概念 自然法比較簡單理解 然後我簡介一下什麼是country nation state 這三個的差異在哪裡 然後舉一個例子叫大英國邪 不知道有沒有時間講這個國家與主權的嚴格定義 那我們先暖身一下 我們在這個報章雜誌上或是新聞媒體中 常會看到這三個術語 中華民國 中華台北 台灣 這三個是一樣的嗎 覺得一樣請舉手 像大家上課到現在應該都不會覺得它一樣 但它到底是什麼 你知道它不一樣 可是它到底是什麼 我們就稍微來探討一下 這有五個概念 一個國家其實就包含了五個概念 我們舉中國為例 中國又稱支那國嘛 China 它這是國家的實體 國家的名字 然後又分政體 政府 政權 所以它有五個概念喔 這五個概念是不一樣的概念 雖然一般人都會混著用 一般人會混著用 其實它是不同的五個概念 所以你看 這個就好像剛剛那個巨人有沒有 巨人的那個實體 這個名字就是那個巨人的名字 它自己意識它叫什麼名字 這三個是什麼 就是那個巨人的魂魄 它的靈魂 靈魂有分等級嘛 就像道家裡面有講魂跟魄嘛 它這裡有分三個層級嘛 政體 政府 政權嘛 這就像是那個巨人的靈魂 只是這個靈魂還有分層級 所以呢 你看喔 有時候呢 名字可以換的 名字可以換 但是這個實體還是同樣一個實體 還是中國這個實體 可是它的名字可能改 比如說在袁世凱當政的時候 因為他改政體叫紅線帝制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中華帝國 不叫中華民國 懂得是吧 名字可以換 實體是同一個 同樣的 政體 政府 政權也都可以換 這不影響那個人的存在 不影響那個國家的存在 這樣理解吧 所以什麼是內戰 內戰就是精神分裂啊 那個國家的精神分裂 它有兩個 它就有不同的人格在那邊搶奪嘛 搶奪代表性 那 那 譬如說 你看 這個在這幾個階段 你看它的 政府都一直換 可是它的名字是同一個喔 所以不是 所以 不是政府換了國家就滅亡 沒有那回事喔 不一定喔 不一定政府換了國家就滅亡 我們大部分一般人的概念就是說 向政府效忠就是對國家效忠對不對 其實這是錯誤的觀念 就像 你是 你是 你是這家公司的股東 所以你的向心力是這家公司嘛對不對 你認同這家公司嘛 可是這公司的 團隊是會換的嘛對不對 總經理是會換的嘛 執政團隊是會換的嘛 對不對 總經理的執政團隊就是那個政府嘛 所以不是對總經理效忠 這樣大家理解吧 重點是在這裡 1945年10月25號的時候 這時候呢發生什麼事 就是 四個國家 中美英書 中美英書 這個透過一個國際協定 一個international agreement 授權這個麥克阿瑟將軍 作為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對日佔領的盟軍最高統帥 簡稱SCAP 那這個SCAP呢 他在這個1945年9月2號的時候 在東京的秘書裡見上 簽署這個 跟三 跟兩個代 兩個人三個代表 簽署相符文書 這兩個人三個代表 秘書長應該給各位看過了嘛 對不對 誰代表誰 一個是這個 這個 這個誰啊 就是天皇陛下跟帝國政府有一個代表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崇光奎嘛 崇光奎 他是天皇陛下跟帝國政府的代表 他代表兩個法人 然後呢 梅金梅智郎 這個將軍 代表帝國大本營 帝國大本營就是 日本帝國的軍事政府 他是只屬於天皇的 也就是說 帝國政府本身是一個文官政府 就是Civil government 但是他這個Civil government 跟我們這個Civil government 是不一樣的 你要了解 台灣民政府這個Civil government 這個文官政府 民視政府 是一個臨時的過渡政府 那 但是帝國 當我講那個帝國政府 那個民視政府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臨時政府 OK 那所以他就是兩個人 代表三個法人 去簽署這個投降降服文書 那這個降服文書的天賦書 Inclosure裡面 就有這個一般命令 第一號 所以這個麥克阿瑟 當雙方簽訂降服文書後 他就可以發佈這個一般命令第一號 同時天皇陛下也會根據這個降服文書 他發佈一個詔書 他同時發佈一個詔書 而且他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 給他的下面的這個大本營 就是軍事政府 然後這個軍事政府 再發給在台灣的第十方面軍 因為在那時候在台灣的這個軍隊 日本的軍隊是叫第十方面軍負責的 跟沖繩一樣 所以整個程序是這樣 並不是說 第十方面軍直接依據這個麥克阿瑟 直接依據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投降 並不是 但我們會簡單來講是這樣講 可是實際上他是 他是依循這個天皇陛下的大本營下面的一般命令第一號 等於一個是國內法的層次啦 然後降服文書是國際法的層次 那這個 所以呢 蔣介石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的 其中一條就是說 叫蔣介石來負責台灣 福爾摩沙 當然這個福爾摩沙 他包含了澎湖 來接受這個 投降 當然還有包括什麼北越啦 印度之那什麼北越的部分 那所以他在台灣呢 這個蔣介石的代表陳怡呢 在10月25號那一天 就是所謂的交戰佔領日開始 並不是光復節 就成立了在台的佔領軍政府 他就是包含了行政長官公署 跟台灣警備總司令部 當然還包括他帶來的那些軍隊啦 那些 Chinese forces 所以呢 一直到這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呢 中華民國以國內法觀點 並沒有正 沒有合法的政府 為什麼 因為李中仁 李中仁是那個時候的代總統 對不對 中華民國代總統嘛 所以他代表中華民國真正的法統 可是李中仁在那天流亡啦 他從香港流亡到美國 所以他並沒有建立一個流亡政府 李中仁並沒有建立一個流亡政府 所以在這兩個階段呢 儘管這個共產黨他們雖然是 佔有了這個 這個 中國的內 中國大陸啊 除了金門馬祖以外 他佔有了這個中國大陸 但是呢 他只是一個事實當局啊 就是共產黨在那個時候只是一個事實當局 他沒有完成合法的權力轉移 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中國在海外的資產 包括那些領事館 並沒有移交到共產黨手上 所以呢 這兩個階段呢 中國是沒有政府的 以國內法來講 沒有一個合法 他當然有事實當局 但是他沒有一個合法的政府 所以沒有政府不代表國家不存在喔 這是一個例子 還有什麼例子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德國被佔領嘛對不對 被英國 蘇聯 美國 法國 佔領 德國的土地上 沒有代表德國人民的政府 可是德國沒有滅亡喔 這是由法院判例的 所以呢 還有一個跟我們最有關的例子 就是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政府也是在戰後被解散掉了 尤其是通過日本新憲法 但是日本新憲法是麥克拉瑟的意思嘛 所以 在那個之前 台灣就已經被分離 依照盟軍命令 被分離 跟日本本土分離開來了 所以呢 所以 大日本帝國沒有一個可以代表所有大日本帝國領土的政府 那大日本帝國滅亡了嗎 沒有喔 不一定喔 所以 這就是讓我們有一些例子可以去思考 政府跟國家到底是什麽關係 在1952年 1951年的9月8號發生什麽事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約嘛 在隔年的1952年的4月28號發生什麽事 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那生效會發生什麽事情 大家應該都大概知道了嘛 我應該不用再提了齁 反正大家要去看第幾條 第2條 第4條 第23條 主要啦 跟台灣比較有關的 就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2條 第4條 第23條 這跟台灣比較有關的 當然前言你要看一下 比如說他會講到 第一條還是前言 第一條 他講到 他所歸還的是什麽東西 OK 我就不多講 反正大家都應該要去瞭解 身為一個台灣人都應該去瞭解一個 跟台灣息息相關的 這個條約 所以呢 在 我只講答案就好了 答案就是 在這個8月5號的時候呢 這個蔣氏集團得到了 合法政府的地位 因為8月5號就是台北合約的生效日 你要曉得喔 就是在 4月28號的時候是 舊金山和平條生效對不對 同時美日安保條約 第一版生效 然後呢 在生效的前幾個小時 簽訂台北合約 台北合約是什麽 就是中國跟日本的合約 那你要曉得 只有代表國家的政府 才可以簽和平條約 所以呢 也就是因為這個和平條約 所以 蔣氏集團又取得了代表中國的那個代表性 所以這個時候它就只有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一個有關中國的名片就是流亡政府 雖然它有兩個小領土叫金門馬祖 然後呢 另外一個有關佔領的部分呢 一個是在台佔領軍政府 它是次要的 因為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第23條說 美國是主要的 所以它只能是次要的 但是呢 它同時又是台灣治理當局 為什麼 因為美國沒有親自進來建立這個 民政治理體系 為什麼 因為 一開始這個是 就是因為 開羅新聞公報嘛 所以他們有一個 開羅新聞公報是什麼 它是一個政治意向書 它不是條約 它沒有法律的約束力 但是它有政治的約束力 所以美國那個時候就說 好 我既然已經承諾了 雖然我沒有簽名 可是這是一個政治意向書 我原本就說要把這個給 分贓啊 分給蔣介 分給中國的代表 那時候他承認蔣介石嘛 所以他就叫蔣介石的代表來 蔣介石來這邊佔領嘛 可是後來 韓戰爆發 導致他整個戰略改變 韓戰是一個對台灣 影響台灣很重 台灣歷史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韓戰 在韓戰爆發以前 美國其實不太想佔領台灣 但是在韓戰爆發以後 杜魯門宣布 第七機艦隊來 控制台灣周邊海域 既不准中共打過來 也不准蔣介石打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 他就開始在台灣建立佔領的一切作為 當然啦 還有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他為什麼 他憑什麼可以 就是戰爭法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叫征服者 秘書長常提到這個字 征服者 conquer conquer的權力是很大的 conquer的權力是 譬如說他佔領這塊土地 這塊土地的用益權 用益權大家知道 使用 佔領這塊土地所得到的一些利益 他都可以去處分 他都可以去享用 他可以去enjoy 但是他當然不會去轉移主權啦 不會去轉移這個所有權 可是他可以去 比如說他可以把這個租給誰啊 或是用一個license 開一個對不對 有用益權 那這個 但是我剛剛講的是佔領者 但是 征服者的權力是更大的 但是征服者 不一定是佔領者 通常佔領一定是伴隨在征服之後 但是美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美國是一個絕無僅有 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戰爭 就只有美國在戰爭丟過核子彈 對不對 那沒有核子彈的戰爭的時候 通常 征服者一定會佔領那個地方 所以美國是一個很特別的例子 喔 不扯那麼多 反正就是他有兩張名片三個頭銜 那一直到了這個 當然這治理當局還牽涉到這個 台北合約的 台北合約的本文跟議定書 日本國政府都有 民視或暗示 中華民國來管台灣 但是他沒有 他沒有轉移領土就對了 他只是 民視或暗示 中華民國可以來管管理台灣而已 所以這不只是美國軍政府的默認 也是跟日本方面的默契 OK 那 到了1979年1月1號 1979年1月1號發生什麼事 就是這個 美國政府卡特政權 撤除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政府承認 什麼政府承認 就是撤除中華民國可以 中華民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承認 這樣懂吧 建交斷交不是國家的事情 是政府之間的事 建交跟斷交不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事 是政府跟政府之間的事 所以所謂的中美斷交其實不是中國跟美國斷交 而是中國的某一個政府或是政權跟 美國的某一個政府或政權去撤除這個 對中華民國政府可以代表中國的那個政府承認 這樣理解 因為他撤除了這個政府承認 他才能去承認華國鋒那個共產黨政權嘛 對不對 所以他同時又跟中國建交了 當然不對嘛 所以呢 他會發生什麼事 第一個 蔣介石集團就不能 他不能合法代表中國了 他只是一個流亡政權 所以他的名字就顯示出他的流亡本質 因為流亡只能在一個城市 他不能講中華台灣或中國台灣 他只能講中華台北 因為他只能 主要是流亡到台北 但是他這個流亡組織呢 為什麼能夠治理台灣 他哪裡來的權利 是美國給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看美國怎麼給他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台灣 台灣 台灣喔 在這個美國白宮國安會 亞太事務主任 韋德 在2007年的時候 他說了一句話 他說什麼 他說 台灣 他這個State 他是用 國家是用State喔 State是什麼 他是政治組織的國家意思 他是很特別的 他是政治組織的那個國家意思 然後中華台北是什麼 中華台北就是個名字 這個名字 它是 它有兩個本質 一個本質是 他是台灣關係法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他本身呢 又是一個 以中國流亡治權為主的政治組織 懂我意思吧 所以他有兩 這裡他有兩張名片 一張名片是 流亡政權這個政治組織 另外一張名片是台灣統治當局 這樣大家理解嗎 他有兩張名片 所以 馬英九到了國外就說 我是台灣總統 在台灣就說他是中華民國總統 他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因為他有兩張名片 但是 流亡政權那個名片 沒有全力統治台灣 所以呢 因為這個是政治組織 這個也是政治組織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政治組織 所以他指的是台灣統治當局 那這個呢 台灣不是獨立的 他作為一個nation並不祥的主權 這是美國國務卿鮑威爾在2004年說的 台灣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所以 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 他這裡是用nation nation就是 等一下我會講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就是人民 我們通常 我們通常就把那一群放成民族嘛 通常 所以這個台灣指的是人民喔 不是統治當局 也不是領土 如果我寫這句話 你也會判斷 台灣現在被中國流亡政權 作為台灣統治當局治理 那這個台灣指的是什麼 因為他是被治理的 所以他就是被治理的那個領土或人民 所以你判斷台灣是什麼意思 你要看前後文喔 你不要 不要隨便就覺得這個台灣就是代表我們 懂我意思吧 要看前後文判斷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被模糊掉的東西就是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上的人民 英文就是the people of Taiwan 跟the people on Taiwan 因為這是有一個上有個on 所以它是什麼 所以這個台灣就是一個地理範圍嘛 對不對 那就是這個地理範圍的人民嘛 上面的人民嘛 就是在台灣這個土地上 擁有居留權的 所以就是什麼 包含中國難民嘛 對不對 那 台灣的人民是什麼 這個的就是屬性嘛 attribute 所以呢 擁有台灣屬性的人民是什麼 就是很早以前就代代生長在這裡 至少是在法理上 就說法理上是 1945年9月2號 簽署投降文書之前 在台灣擁有居留權的 這是很精準的定義喔 1945年9月2號以前 在這個台灣總督府的這個護政系統裡面 有居留權的 那個叫做本土台灣人民 這樣理解吧 我一點都沒有模糊喔 這是法理的定義 所以呢 這邊就是包含白狼啦 跟馬英九啦 因為他包含中國難民嘛 那這邊就不包含白狼跟馬英九 懂我意思嗎 所以白狼他可以大啦啦的在媒體說 他是中國人啊 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我們不能剝奪他的中國國籍耶 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去剝奪 中國難民的中國國籍 除非他自願放棄 同樣的 任何一個中國難民也沒有資格去剝奪 我們的大日本帝國國籍 你懂我意思吧 所以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台灣上的人民就有一種效忠混淆了 有一群人要效忠中國 有一群人目前不知道效忠誰 其實叫效忠日本天皇啦 可是大家被洗腦了所以不知道 所以這個效忠混淆之下就是什麼 政治煉獄嘛 對不對 你投票是代表誰的意思 是代表中國難民的意思 還是代表台灣人的意思 所以呢 還有一個被模糊的是什麼 台灣當局跟台灣人民 這個台灣人民 這是在台灣關係法裡面被模糊掉的 台灣關係法的這個行政單位跟參議院的草案裡面 他都是講台灣人民 這個台灣人民就是台灣上的人民 他已經做了這一層混淆了 然後在眾議院提出的草案裡面 他又提出一個台灣當局去跟這個混淆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台灣 這個眾議院的人員他在提出這個草案的時候 他們內部的文件就說 他們自己就confuse啦 就混淆了 他說如果今天一個美國人 他要來台灣旅遊 請問他是要向台灣人民申請簽證嗎 不行嘛對不對 台灣人民是什麼 他是一個抽象概念 他是一個抽象 沒有一個人可以代表台灣人民 我講了 除了天皇陛下以外 懂我意思嗎 白狼也不能代表台灣人民 張安樂 或是那個馬英九也不能代表 對不對 學運領袖也不能代表 名嘴也不能代表 沒有一個人可以代表所有的台灣人民 大家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 可是沒有資格代表所有的人民 所以呢 這兩個 一個是統治的政治組織 一個是 這個地區上的人民 但是這個地區上的人民 又有兩個概念就對了 所以台灣是什麼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台灣意思將事情要需要 包括台灣及蓬木獵島 這些島上的人民 公司就是cooperation 其實要翻成法人比較好 公司是不精準的翻譯 根據適用這些島旅的法律 而設立或組成的其他團體或機構 1979年以前 美國承認為 中華民國的台灣治理當局 以及任何界列的治理當局 所以它有幾種概念 它有五種概念 哪五種 地理概念 有沒有 台灣及蓬木獵島 其實是什麼 台灣群島及蓬木獵島 島上的人民 有沒有 the people on those islands 所以它已經混淆了那些中國難民 然後呢 這個法人跟這些其他團體機構 還有呢 治理當局 治理當局也是有中國成分的 因為現在都是被中國在控制 而且是用中國的法律在統治 所以不要聽到台灣就覺得代表台灣人 對不對 這是一個政治模糊啊 多重的政治模糊 OK 暖身結束 大家可以起床了 我們來看影片 在您前方看到這個 就是民國七十年 民國七十年的空造圖 這個這張空造圖呢 很清楚地顯示出來 我們空軍清潮基地 在那個時候的機場 這個狀況 好 這條是主跑道 好 方向呢 主跑道 這邊是北方 這是南方 是南北向 南方 那這邊 這邊是東方 這邊西方 那以主跑道劃分呢 東邊這個區塊 這邊東邊這個區塊 這個 這個區塊呢 美軍當時在這邊 建立一個美國城 那這是教堂的位置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在這裡 教堂位置 這高水塔 這個區塊就是 美軍的生活區塊 十一住行娛樂 戰備訓練通通在這裡 主跑道 那這個主跑道 以西這個部分呢 就是當時我 我方 以前的空軍三大隊 在這個位置 三大隊部 那這個地方 這個區塊 現在是漢響 以前是我們三大隊裡面 八隊飛機所提的 八隊現在已經不在了 已經踩車掉了 這邊台中米航站 這樣變成台中米航站 這個門是公民 現在我們因為 京津安京區塊 這個已經 這個管制造已經封閉了 這是西四兩門 這是西方 那幾個機堡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警戒機堡 但比例有放大就是 這是民國七 對 放大 民國七十年的空調圖 現在這個圖已經變成參考圖 那這條是滑行道 那我特別交代 特別說明這個就是 教堂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美國 今天這個 這個美國城在這邊 我們的中央幹道 我們來的時候 中央幹道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個十字路口 這個點呢 以前 這旁邊有個叫做 基地進出患症的一個地方 那表示說 然後問過 美國推進院 他們這邊已經有個管制造 在我們來講 叫做一個門 就是一個進出門 中美交接的地方 欸就是說我們 他這邊 老外美國人他自有進出嘛 我們中方人在那邊要在那換陣 換陣的時候 才可以進入到上面 原理上他們是空情人員 空情人員 進出到他們的這個整個區 那也就是說你在這邊 所看到的所有的場景啊 都是當時美國人建造的 有沒有聽到 你看到所有大部分的場景 都是美國人建造的 那美國人為什麼要在台中 清泉岡空軍基地裡面 蓋座美國城 因為在1979年1月1號以前 美國有在台灣建立 什麼 台灣防衛司令部 新聞都講什麼 台灣協防司令部 其實你看英文它是什麼 它叫 United States 台灣Defense Command 它沒有協防啊 它就是防衛啊 所以它只是屬於 太平洋司令部底下的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底下的 它不是屬於 這個中華民國的軍隊管轄的喔 懂我意思吧 他們共同可以管轄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美軍顧問團 美軍顧問團既受這個 蔣介石的管轄 也受這個 也受這個 台灣防衛司令部的管轄 那個時候 美軍在台灣有幾十萬人 你可以去網路上查相關的資料 還蠻多的 所以那個時候 在台 比如說在台中清泉岡呢 它就建立一個美國城 好 所以軍事政府存不存在 至少以前存在對不對 那現在存不存在 我們就來看 難得的場面 在台北的松山軍機場 出現了美國軍機 讓這些軍事迷瘋狂拍照 下午5點多松山軍機場上出現了這個機身上寫著United States的美國軍機 罕見的停在跑道上 這個畫面讓攝影迷軍事迷為之瘋狂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啦 美國空軍專機隊的啦 他那個 他們737 這個 可能不太夠 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去網路上查 所以這個 今年喔 今年的2月21號 美國軍機有來 對不對 他是先去 先去台南的空軍基地參訪 然後再去找買酒 OK 他載誰來?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你們覺得很奇怪 美國國會的外交委員會主席 為什麼要做軍機來? 他為什麼不是做 一般這個外交專機 或是包機 他為什麼做軍機來? 他不是軍人 他也不是美國國防部的 這裡面有沒港 我就要講這個東西 好 這是另外一個案例 我畢竟還是一國元首的宣誓就職喔 還是有來自於各界的祝賀 欸 不會大聲一點 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 羅斯雷提南 所率領的國會議員祝賀團 今天下午就搭乘 美國政府的軍機抵台 羅斯說 他們此行除了要慶祝馬總統連任之外 也將跟台灣討論中國的崛起以及經貿關係 你們聽到 祝賀馬英九第二任就職 其實 之前可能也是 但是媒體可能沒報導 祝賀馬英九就職做什麼? 軍機欸 大家有沒有聽過 別的國家的祝賀就職團是做軍機來的 有沒有聽過? 沒有嘛對不對 好 這很有趣齁 你看喔 他是幾點來? 下午3點30分 啊就職典禮是不是早上? 所以就職典禮都結束了 他才做軍機來 那是在幹嘛? 不然要給他民主嘛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 我表面上是來祝賀你就職 其實我根本就是來視察的嘛 這樣你懂吧? 不然他怎麼下午才來? 這根本就沒有禮貌嘛對不對? 他根本不需要禮貌啊 他也是在這個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來 這也是一個例子 美國空軍的 K7135加油機也是在誰呢? 在AIT的一個早產兒 降落這個松山機場 大家有沒有聽過 中華民國的官員 小孩子如果生病了 可以坐軍機 有聽過嗎? 不可以嗎? 大家在這邊罵特權嘛對不對? 那為什麼 AIT的官員就可以? 人道考量嗎? 你覺得是人道考量嗎? 所以啊 所以啊 這個就是 他就在給你台灣人看 誰擁有台灣這塊領土的軍事管轄權 你懂我什麼? 這是有意義的耶 在戰爭法下 他不一定要 一大堆軍人隨時獻身給你看 不一定喔 但是呢 他要不斷的執行他的什麼 Supreme power 至高的權利 你懂我什麼? 他想來就來 而且他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但他為了台灣人民的觀感 他就是很隱密的 讓給你台灣人看 所以一般人就只是當新聞看過 其實這個是有含義的 他在執行他的Supreme power 至高的軍事權 好我們來看為什麼 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要來 我們來看 美國總統與國會對台的軍事管轄權 這個 美國總統跟國會 其實有 憲法之外的權利 美國的總統跟美國的國會 其實有美國憲法之外的權利 通常我們都以為 憲法都講得很清楚了 然後政府 憲法沒有講的 政府不能做 美國的一般觀念是這樣 就是憲法是規範政府 不要讓政府太龐大 是變一個怪獸 像立委譚一樣 可是其實呢 美國總統跟美國國會 是有超乎憲法之外的權利 但是那個也是要合乎萬國公法的 但是為了我要引用這段文字呢 所以我還是侷限在美國憲法下 我要講這個 這個Jurisdiction Military Jurisdiction 軍事管轄權 第一種軍事管轄權是行使於和平戰狀量中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呢 行使於境外 注意喔 境外 不涉及美國邊界 或者是美國境內 但是被視同交戰方 後面這個就是什麼 比如說南北戰爭啦 懂意思嗎 所以南北戰爭建立的也是軍事政府 坦白講 如果被視同交戰 所以那時候林肯他堅持 說南方是叛亂 所以他用戒嚴 就是第三種軍事管轄權 第三種就是境內 境內的暴動或是叛亂 但是沒有被視為交戰方 所以你懂吧 南方 南北戰爭的時候 南方各州是主張他們是這一種 懂意思嗎 可是呢 林肯他們是 很大部分是要主張是這一種 那我們care的是這個 第二種 第二種軍事管轄權可變為軍事政府 在合宜的情況下取代當地法律 注意喔 也就是說 軍事政府的意志就是當地法律 注意喔 軍事政府的意志就是當地法律 當然啦 照慣例法 他要尊重原本的當地法律 比如說尤其是什麼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 尤其他要尊重這個私人之間的法律 民法啦 我們的財產 我們個人 跟我們個人有關的法律 他要尊重 理論上 就是說在根據戰爭法 他要尊重 那除此之外 他軍事政府的意志 政府者的意志就是當地法律 所以他說取代當地法律 總統的指示和國會民事的暗事的制約下 由軍事指揮官行使 所以你看喔 他有總統有國會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這一種的軍事管轄權呢 他叫做軍事政府 而且呢 他有屬於總統的也有屬於國會的 這樣大家理解吧 大家理解吧 所以為什麼 美國這個國會的委員會主席要做軍機來 他要給你看這一種軍 他要展示這一種軍事管轄權 或者他實踐這一種軍事管轄權 台灣關係法第14條 當然其他條也有牽涉啦 那14條是我提出來講 他說什麼 這種管轄權就是一種監督權 有沒有 外交委員會 參與外交委員會 以及國會其他適當委員會 將監督 美國與台灣 繼續維持關係的法律技術事項 譬如說什麼 譬如說 究竟戰和民條約啊 對不對 這個台灣是什麼 這個台灣也是多重模糊欸 他既可以指很多啦 他可以指領土 也可以指當局 也可以指人民 那如果就有領土來講 台灣 美國跟台灣這塊領土的關係 就是究竟戰和民條約嘛 跟戰爭的事實 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美國跟台灣 治理當局的關係呢 就是台灣關係法 那美國總統在這個 美國總統的軍事管轄權呢 1979年3月份 3月28號 兩院通過 4月10號 美國總統簽署 並往前追溯 1月1號生效的台灣關係法 你要注意喔 它是往前追溯喔 這是有美感的 但是我今天就不提了 這個第三條呢 他說什麼 美國總統和國會 將依據 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 應包括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及國會 提供建議時的檢討報告 有沒有看到 美國軍事當局 向總統國會提高 所以這是什麼 這是第二種軍事管轄權 有沒有 總統如譽台灣人民 這台灣人民就是 the people on Taiwan 台灣上的人民 有包含中國難 的這個 安全或社會經濟造威脅時 危及美國利益時 應迅速通知國會 總統和國會 將依憲法程序 決定美國應付上述危險 所採取適當的行動 所以這裡有個美感 就是什麼是憲法程序 所以大家就要去理解 什麼是美國憲法下的 war power 戰爭權力 這個是台灣關係法第十條A 我個人覺得這條非常重要 但是坊間很少人注意到這一條 這一條說什麼 美國總統或美國政府各機構 依據美國法律授權或要求 向台灣提供或台灣 台灣接受任何服務聯絡承諾等事項 因在總統指定的方式及範圍內 向台灣設立的機構提供上述事項 或由這一機構接受上述事項 此一機構乃總統確定 依台灣人民適用的法律 而具有必須之權利者 可依據本法案代表台灣 提供保證及採取其他行動 這來在講什麼 這來在講什麼 這個台灣設立的機構是什麼 就是以前叫做北美事務協調會 後來叫做駐美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英文叫TECRO 就是之前金普通呆的 讓大家知道嗎 這就是那個台灣統治當局的代表 所以是誰賦予這個台灣統治當局代表 有必要的權利來代表台灣人民的 誰 美國總統嘛 對不對 美國總統確定喔 所以這是什麼 他在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什麼意思 比如說你是 比如說你是統治這一群人 然後你今天就設立一個機構 就是他代表你 懂我意思嗎 那假設我是美國總統 我說你有權威代表這一群人 那是什麼意思 那是不是就你有權威代表這一群人 對不對 代表有權威就是你本身就有權威嘛 那是誰認定的 美國總統 你懂我意思嗎 這就相當於一種委任了啦 懂我意思嗎 好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我們剛剛看過了 在1978年12月30號 這是什麼日子呢 就是在卡特政權要撤除 對中華民國政府那個 政府承認之前兩天 1979年1月1號才撤除嘛對不對 這是12月30號也就是前兩天 卡特呢關於台灣人民的備忘錄 這台灣人民是台灣上的人民 他說什麼 這表面上是備忘錄 實際上是行政命令 總統的行政命令 executive order 他說什麼 目前有權威去進行我們的計畫交易 或其他與其他關係的部門機構 依照此權威 並且 適當地透過低段所提的機構 被指示 並進行與實施 那些1979年1月1號開始的 計畫交易的關係 美國與台灣之間 既有生效的國際協定 安排繼續有效 並有 這在講什麼 什麼是目前有權威的這個部門機構 先問什麼是低段的機構 低段的機構就是後來的AIT 因為那時候AIT還沒有建立 台灣關係法都還沒建立 所以 那什麼是目前有權威的機構 就是台灣統治當局 以前叫做中華民國 後來叫做中華台北 中國台北的台灣統治當局 所以他在幹嘛 他在下一個行政命令授權 為什麼他要這麼做 因為再隔兩天 他不就是要跟共產黨建交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建交會發生什麼事 中共一定會要求美國在台灣撤軍嘛 對不對 剛剛不是說美國在台灣 有美國台灣防衛司令部 他不是有幾十萬的軍人 他要跟中國 如果 共產黨建交 那他是不是 中國人一定會要求他 美國撤軍 那美國要怎麼樣 表面上撤軍 實際上又能夠控制台灣 就透過這個行政命令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定義台灣關係法 所以 他就先 私底下發布這個行政命令 為什麼 因為當他一撤軍的時候 台灣這塊土地上 然後他又不承認 中華民國可以代表中國 台灣這塊土地上 中國就沒有合法性 用軍事武力去佔領台灣了 你要想清楚喔 中華民國政府 他沒有合法性用軍事武力去佔領台灣了 一旦美國不承認他的話 所以美國要幹嘛 他要趕快授權 他要彌補那個時間差 然後再用台灣關係法去追溯 你懂我意思吧 但是我要補充一點喔 台灣關係法並不是 戰爭法下那個民事政府的組織法 那個organic act 並不是喔 他說為了實施本備忘錄所有的規定 每當美國的法律規章命令 涉及到一個 Foreign Country Nation State Government 或類似實體時 應該包含台灣 這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台灣啊 台灣其實並不是一個country 也不是一個Nation 也不是一個State 這三個是不一樣的意思喔 但是為什麼美國的法律呢 牽涉到這些的時候可以包含台灣 因為美國總統命令這麼說 而且台灣關係法也這麼說 台灣關係法是後來定的嘛 所以他的位階比較高 他位階比較高 但在他沒有定規之前 這個當然是有效的 我們是被視同一個境外的疆域 境外的幫 境外的國 但是我們本身並不是 我們是被視同 被當作 這個就是AIT啦 美國人民的利益 將有一個很快 被認證的公司行事的官方 非官方機構代表 這就是AIT 後來的AIT 所以這個行政命令 被更新了兩次 一次是1979年6月22號 有沒有 總統保留該法 該法就是台灣關係法 因為這時候台灣關係法 已經訂立而且通過了 他特別指定於第十條A的決定權 決定什麼 決定誰是台灣統治當局 懂意思嗎 也就是說大部分的權力 在台灣關係法裡面 美國總統都售出去給國務卿了 大部分的權力都給國務卿 國務卿在外包給AIT 但是呢 有這種核心的權力 是總統保留的 這個指定權 所以呢 依據該法10A 北美事務協調會被決定為 由台灣人民建立的非官機構 而且可以代表台灣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委任的啦 在1996年8月又更新了一次 這時候就決定誰 決定這個北美事務協調 決定這個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一直到現在 來 這個我就不講了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演講 什麼是管轄權 什麼是管轄權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喔 覺得一個家族裡面 一個家庭裡面 是爸爸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還是媽媽對小孩子有管轄權 只能選一個喔 覺得是爸爸的請舉手 老爸對小孩子可以管轄權 比較有管轄權 絕對是媽媽的請舉手 媽媽略多一點 為什麼是媽媽 為什麼是爸爸 媽媽接送他們比較多 那有的也是爸爸接送的啊 對不對 我的答案是這樣喔 根據自然法 Nature law 我的標準是自然法 什麼是自然 什麼是答案 什麼答案呢 是媽媽 為什麼 那為什麼是媽媽生他 答案是這樣 答案是說 因為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注意喔 這時候涉及到什麼 法律問題 對不對 即使在部落 那也是一種法律耶 只是這個 這個法律可能是不成文法 是口頭的這個法律 是部落的傳統嘛 對不對 當你要決定這個小孩子 能不能繼承這個家庭的時候 是爸爸能決定 還是媽媽能決定 當然是媽媽 為什麼 因為只有媽媽知道 這個小孩子的爸爸是誰 你知道嗎 他可能是偷生的啊 或是爆來的啊 對不對 爸爸不知道這個小孩子 是不是真的是 他的血緣啊 只有媽媽知道啊 這是真的耶 自然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要決定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一個領土的寄受問題 寄承問題的時候 也是一樣 誰對這個領土 對這個政府 對這個國家 有管轄權 就是能夠決定這個寄受問題的人 懂我意思吧 好 我們來看 美國衛生部長說 聯合國任何機構 都沒有權利片面決定台灣的地位 他是什麼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說 只有我才有權利啦 你看得懂吧 他為什麼有權利講這種話 意思就是說 你們都不要吵啦 我才是這個 我才是台灣 台灣這個小孩子的監護人啊 懂我意思吧 他才有對台灣有管轄權 你想想我剛剛講的那個家庭的案例 你就知道了 因為他知道小孩子的身份 他知道小孩子 他可以決定小孩子的未來 你懂我意思吧 監護人就是這個意思嘛 我們還沒長大之前 不是爸媽都是監護人 可以 要做什麼事情到爸媽蓋章 對不對 就這個意思啊 他有管轄權 這也是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說 2007年的時候 美國行文這個聯合國秘書長說 要求聯合國不能再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在台灣維基解密有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不多講 好我們來講 Country Nations Day 你看喔 這可不可以證明台灣是個國家 走私報告 把世界各國的表現 友好到怪 分為四大類 最差的一類外國政府 今年有16個 如果不在報告公佈的90天內做出改善 有可能面臨美國製裁 至於次差的觀察名單 今年有32國 去年被歸類在這一類的台灣 因為良好表現 今年被升到第二級 並受到國務卿萊斯女士的公開讚揚 雖然這些嚴重的關鍵 這個年代的報告 應該給我們希望 例如 俄羅斯 倫加州 俄羅斯 和歐洲 都都做了大大的改善 也有台灣 像印度尼亞 羅斯 歐洲 他說什麼 台灣 然後什麼 和國家 等等等等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 有些人 包括這個新聞的媒體記者 他就說 這樣就是台灣是個國家 因為他什麼 他把國家翻成國家嘛 這樣你懂嗎 但是國家可以翻成國家嗎 我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 這個 大家常常去買這個飲料 有沒有 比如那個梅子綠茶 你就看那個梅子綠茶 上面就有這個條碼 對不對 通常是十三碼啦 你看新聞媒體就告訴你說 前三碼可以代表什麼 前三碼可以代表什麼 它可以說什麼 登記國嘛 對不對 新聞會說 不一定是生產國 但是通常是登記國嘛 對不對 這個廠商在哪裡登記的嘛 那是國嗎 我們來看 它的英文是country 也就是說 他們也把country 翻成國嘛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齁 台灣是471嘛 比如你看那個梅子綠 它應該就是471 前三嘛 那你看香港 香港是什麼 香港在哪裡 香港在這裡 489 香港是國家嗎 香港是國家嗎 不是嘛 香港也有country code啊 澳門 澳門是馬靠嗎 馬靠是958 馬靠是國家嗎 不是啊 所以country在這裡不能翻成國家耶 你只能翻成什麼 登記地 懂我意思嗎 那個地方而已 這也是個例子啊 比如說 這個ISO code ISO code通常大家會在哪裡見到 我們去網路上填表單有沒有 我們要去訂什麼東西 訂旅館啊 訂什麼票啊 它不是叫你選 叫你選你的地域在哪裡 有沒有 你的country 對不對 那我們就選台灣嘛 對不對 那有時候會出現ROC啦 但現在大部分都是台灣的 有沒有 這就是ISO code 那這個ISO code呢 台灣是什麼 158 可是呢 你看喔 這裡有香港對不對 Hong Kong Hong Kong是344 香港不是國家 所以這裡的country 也不能翻成國家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雖然它有個state 可是巴勒斯坦也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在這裡country 不能翻成國家 懂我意思嗎 這我們剛剛看過了 所以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所以什麼是真正的國家 country是什麼 C-O-U-N-T 就是英文伯爵的意思 伯爵是 中古世紀 算是地位蠻大的一種貴族啊 它不是最高的那一種 但是 它蠻大的 通常有自己的封地 所以呢 這個country就相當於那個封地 領地啊 那個疆域 所以它是什麼 它是風俗制度的自治體 比如說有 類 同樣的風俗 同樣的慣例 同樣的民法 同樣 腳一樣的稅 腳一樣的關稅 這樣的 自治體叫做country 它不涉及政治組織喔 這個nation是什麼 nation n-a-t的語言是 to be born 被生下來的 所以因為是被生下來的 所以它涉及到語言跟文化 所以它是語言跟文化的共同體 有時候翻成民族 有時候翻成國家 我覺得翻成幫比較好 因為幫有時候有民族的意思 有時候有國的意思 這個state是什麼 state的語言是站立起來 Calculate 這個政客常常會講 台灣那名Calculate喔 有沒有 尤其是要號召群眾上街遊行的時候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他就是在鼓動人心中 對這個共同體的認同 那股意志 就是社會契約 可是一般人民都會忘掉 真正的社會契約的本質是什麼 他以為我們現在有共同的政府 有共同的貨幣 有共同的制度 就是一個國家了 就是有社會契約了 其實不是 不一定 我剛剛已經舉了很多例子 列斯頓斯頓啊 對不對 他的軍隊 列斯頓是一個主權國家 但是他的國防外交跟關稅 都是外包的 所以這是真正國際法下的國家 但是有時候他是叫幫啦 也就是說他只是一個自治體 還不到一個獨立國 但是只要你講到條約裡面的主權國家 一定是用State 但是State 不一定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邏輯大家要想清楚 這個我有時間講嘛 可能 這就是社會契約 自然狀態 什麼是自然狀態 就像賽德克巴萊 賽德克大家都砍人頭嘛 對不對 部落裡面 就是所謂的 不是文明的社會 就是每個人都有權力制裁任何人 對 每個人都有權力制裁任何人 所以 我砍你人頭 其實是我尊重你耶 你懂為什麼 他尊重他 所以 把他當人看 所以交戰 但是這樣的社會是不穩定的 我們可能會活在恐懼之中啊 當然 那時候的原住民 他們可能不知道什麼叫恐懼啦 但是 有一些人會恐懼啦 所以 就會 大家就會把權力讓渡給一個人或一群人 以追求和平安全秩序 所以 這一個人或一群人就是什麼 就是主權者 公親啦 我們是王家 替我們主持公道 對不對 那這個 我們種的這個稻米 是誰來幫我們分配 就是主權者 大家的代表嘛 他不一定有社會階級 社會階級一定會出現統治者 沒有錯 可是 主權者不一定是來自於社會階級 所以契約的基礎是個體 合理化的來源是同意 consent 所以為什麼叫common wills common wills就是什麼 就是 共同的福祉啦 共同的福祉 那這是基於人民的同意 所以 活著就是同意喔 他不一定白紙黑字喔 我願意 心甘情願被你統治 就是我同意你是我的主權者 以前就是這樣子 但是在近代來講 他可能就會用立一個成文法 叫憲法 或是基本法 來表示這個同意 以前沒有憲法 基本法的時候 他就是用征服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 個人是自由的 因為主權者的行為 等同自己的行為 個人當然是自由的 大家理解吧 因為你已經同意這個人 來當我們大家的公親了 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自己膨脹 自己說我可以代表所有人 這是我們的同意喔 所以 這個公親 他出來主持公道的時候 你就要服從喔 否則就會亂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要公親這個主權者 要行事公道 他也不能亂來啊 懂我意思嗎 因為這是大家同意的 所以他亂來的話 就違反了那個契約 所以一般來講 君主制的國家 通常都 尤其是近代 都不太會亂來 你看英國女皇 跟現在日本天皇 都不會亂來 都是非常 受人景仰的 他們並不是幾百年前那個帝王 那樣子 這就是偉大利維坦的誕生 他是一個人造的人 所以霍布斯就說 主權國家就是人造人 主權就是相當去人造的靈魂 我們舉個例子 這個 這個聯合王國就是所謂的英國 英國是位於不列顛群島的一個國家 不列顛是指那個群島 由君主所控制皇權的一部分 這個皇冠 所以也就是說皇冠 英國只是這個皇權下的一部分 皇權下還有另外的部分 比如說 這個皇權屬地 Crown Dependency 或者呢 The Commonwealth Ring 比如說加拿大、澳洲、紐西蘭 都是這一種 還有 非獨立的前生於領土是 不列顛海外殊土 這就是以前的殖民地 比如說像香港就是這一種 Crown Colony 香港就是這一種 所以它有幾種 第一種是英國 全名叫做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 簡稱聯合王國或英國 這個它有四個成分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蘭 這每四個 每四個country 就是說這是一個country 但是這country有四個country 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比如說威爾斯就有威爾斯親王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貴族在代表 都有一個皇冠 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蘭 每一個都是一個country 而且每一個country都是一個sovereign nation 但是他們並不是sovereign state 只有英國才是sovereign state 所以state、country、nation 是不一樣的概念 這樣大家清楚吧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大英國寫就是不列顛邦聯 它有什麼 共主邦聯 就是Commonwealth Ring 有16個 這共主就是 都是以英國女皇為主權者 自有君主的呢 有五個 就是不是以英國女皇為主權者的 有文萊、賴索托、馬來西亞、斯華吉蘭、東加 共和國就是是總統的 不是君主制的 是有33個 總共54個 前去年10月又退出一個甘比亞 所以呢 黃土是有包含這個喔 邦聯進 但是沒有 沒有後面這個 其他黃土是黃泉屬地 還有海外屬土14個 沒有時間講這個 大家有時間喔 去理解一下波多黎各的案例 其實波多黎各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案例 波多黎各有棒球隊對不對 很有名 世界盃都會知道波多黎各 他們有自己的圖騰嘛 打棒球很厲害嘛 對不對 可是波多黎各是美國人喔 雖然他們 美國隊跟波多黎各隊可能會互相比賽嘛 對不對 可是波多黎各是美國人 所以波多黎各是一個很有趣的案例喔 他們現在還有總督 但是他們這個總督是民選的 他也叫common wills 可是這個common wills 你要理解成自治幫 他不是一個sovereign state 他是美國的為何並海外領土 但是他們可以自治 自己管自己 自己選自己的總督 懂我意思嗎 在美國議會他們也有代表 但是他們的代表沒有投票權 OK 我最後講什麼是主權在民 就下課 就是 如說 人民可不可以是主權者 如說的主權在民有三個步驟 一個是 那一群人民去形成 共同體 然後或者是形成公義 然後呢 由那個最高的代表 主權者去代表公義 這個主權者再去授權給一些刺激的法人 去實行公義 所以呢 二到三是授權 一到二是涉及公義 及主權者的產生 而產生不同類型的國家或準國家 所以一到二是國體 二到三是政體 懂我意思吧 但是 以前如說他害怕說 主權者跟政府啊 不能混在一起 就是董事長跟總經理不能混在一起 他害怕什麼 害怕會獨裁 他怕混在一起會獨裁 可是近代國家其實也很少分得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美國他就是用什麼方法避免 他用三權分立 他在憲法就明確規定 總統的權利 國會的權利 跟法院的權利 大法官的權利 所以他用這一點去避免獨裁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假如表決不是全體無意義通過 為什麼少數要服從多數 我們常常被灌輸一個觀念就是說 要少數服從多數 多數尊重少數 這樣對不對 聽起來好像對對不對 但是如說在擔心什麼事 他說 為什麼幾百個需要主人的人 可以代表十幾個不要主人的人 懂意思嗎 假設多數是盲目的 多數是盲目的 可是少數 不是盲目的 可是 那這樣少數要服從多數嗎 我那天才聽那個 我們民政府有一個季教授 你們去高級班可以聽到他的課 季教授我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就說 猶太人啊 以色列的議會 他說通過一個法案 如果是 無意義的喔 就是沒有反對票的喔 這個法案無效 很有意思喔 為什麼 因為他都怕說 有沒有可能 大家都是錯的 大家都被買票 比如說啦 大家都被財團買收了 有沒有可能 大家都是錯的 所以這就是類似盲梭的擔憂 盲梭的答案是這樣 他說 如果在此之前 還沒有任何約法三章 這種接受多數人表決的 多數人的表決方法 至少在一個場合 通過全體無異的表決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這種 少數服從多數的這種 這種方式 或者說公民社會 它有一個前提是什麼 它有一個前提就是 它至少在此之前 有通過一個全體無異的對不對 這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就是 我們已經有一個共識了嘛 我們是一個共同體嘛 對不對 如果我們不是一個共識 我們不是一個共同體 怎麼可以少數服從多數 比如說 你的鄰居可以去決定 你家裝潢要怎麼裝潢嗎 不可以嘛 對不對 它可以借住你家沒有錯啊 鄰居可以借住你家 可是它不能說 帶一大群人去住你家 然後說我們來決定 你家的這個桌子 我把它賣出去 可以嗎 不可以啊 所以法律地位要平等 所以要有一致的公民法律 公民地位 對不對 那個一致的公民地位 就是那一個全體 第一次的全體無異議 懂我意思嗎 那個全體一致的公民地位 就是第一次的全體無異議 也是社會契約啦 懂我意思嗎 就是 比如說那個鄰居 他可能嫁給你當女婿 欸 那就遞結契約了 他就有講話的權利了 懂我意思嗎 公民他要有一種uniform 他有一種一致的性質 那台灣是不是 台灣以前是 現在不是 為什麼 在1945年4月1號 天王陛下頒布造書 給台灣人參政權跟參戰權的時候 這時候就相當於 締結社會契約了 那現在為什麼不是 因為台灣這個土地上 有佔領者 有不是佔領者 有難民 有不是難民 所以這個地位不一樣啊 我剛才講了 你投票是代表誰的意志 不能嘛 對不對 所以投票是假的啦 結論 人民不是主權者 除非是在那種很少數的情況下 直接民主啦 每一個人民都是 一直參加這個大會去 去投票 但是現在已經很少 有這種直接民主了 只要有代義政治 一定有代表 那個最高的代表就是主權者 只有公民可以形成公共意志 非公民的居民不行 難民也不行 外國人也不行 只有公民可以參與主權權威 人民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主權者擁有主權 如果他代表公義 不過 不過如果你是共和 就是說 像美國的話啦 美國的 這句話對美國可能叫修正 因為美國的話 他是有一個主權政府 也就是說他的國會跟總統 可以代表人民 但是一般來講 就均主制而言 人民跟政府都不擁有主權 只有主權者擁有主權 就均主制 主權在民的意思是 統治主權 因緣治公民 這是 sovereign authority sovereign authority 所以這裡講的主權 不是指領土主權 不是指那種 類似所有權 或是這個土地上的制高權 那個意思 是指統治主權 也就是社會契約的意思 因緣治公民 而不是公民擁有主權 我是用原字喔 注意 講到這裡 謝謝 各位同心好 各位好困 然後請之前有上過高級班的同心 到這邊來簽繞一下 謝謝 請示範一下 請示範一下 agony 好 請olic 請坐 изнес